关羽便道,我这一路缺少个好角力,你当我的坐骑我就饶了你,青家连连摇头道,君侯啊君侯,我好歹也是个快要成龙的半仙了,让人骑着我成何体统,要不这样吧,我看你还没有一件像样的兵器,我就变成一柄大刀如何,只是有一样,我虽是妖, 却一心向善,今结束难逃,要化作兵器杀人,但君侯是奉天令行事,我追随你也是一番功德,只是我不想滥杀无辜,回我大行,希望君侯临阵只杀大将,不斩小卒,关羽连连点头,其实这也正和关羽的性格相合,大家都知道关公比姓刚直, 西墙不凌弱,因此深得士兵的爱戴,但凡事都不可过,关羽虽对下层兵是温和,对中层以上的将帅士大夫则白眼相看,颇为傲慢,所以在李蒙包围荆州的时候,孟达,刘峰和弥蜂不肯相救,导致荆州惨败,父子遇害,当然这是后话,暂且不提, 另外青椒继续讲道,听我即便化为兵器,也是龙种,望君侯只在临阵时横刀杀人,不用时就立在君侯身后,像您的侍卫一样,如果君侯答应我这两个要求,我愿陪君侯征战四方,将来功行圆满,我就可以化身成龙, 那时,我还得感谢君侯的成全之呢,关羽听辟大喜,应声说道,这有何难,我关羽长一诺千金,你就放心去吧,话音刚落,青椒从水中一跃而起, 在虚空之上,对着关羽连连汗手,似有感谢之意,紧接着一声巨响,青椒在半空消失,一顶寒光四射,微风凛凛的大刀立在关羽的面前,轻气四溢,杀气腾腾,刀柄上刻着一行小字,青龙掩跃刀,关羽师生叫道,好一把宝刀,好一把青龙刀, 自此关羽被青龙护体,综合实力又上了一个等级,而龙本是先云步与之神,故关羽又擅长水战,最有名的当属水天七军,正因为有青龙相助,才能一举淹没于净数万大军,申请猛将庞德,打凡城的时候,也是暴雨连天,打得曹仁丢窥气甲, 急得曹仓要迁都以避风芒,而周后长者鲁肃也曾干过一件不厚道的事儿,不过却没有成功,反而成就了关公的美名,就是当年诸葛亮用轨迹,从东吴手里夺了荆州,东吴君臣东兴有不甘, 一次,鲁肃设计划,在长江召集数万水妖步成大阵,甲义请关羽赴月要许其性命,夺回荆州,结果周苍在长江上把青龙刀一立,数万水妖跑了个干净,鲁肃不但没能杀了关羽,反而成就了其单刀赴会的英明, 这把青龙眼月刀跟随关羽征战沙场三十年,建功无数,虽处杀法却一道而行,不杀无辜,不斩小卒,不害将者,不行偷袭,收刀势力,横刀杀人,与关公一道千古留名,看到这里,有人不禁要问,传说关羽是双龙护体,青龙眼月刀算一条龙, 那么另一条呢?您节目集,下集我就和您讲一讲驻战关羽的另一条龙的来历,赤兔马的故事,欢迎您届时关注